巴黎人每天都在過weekend 就是每一個路人都要一直跟人講話 就是會一直被耽誤時間 我每天都去哪都吃到 因為其實我蠻喜歡吃法式麵包 可是就會被同學嚇到 因為他們就會直接把麵包放在桌上 但那個桌子剛剛可能在寫字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被他們嚇到 可是每天他們都已經很習慣 因為我上課的那兩個禮拜 是我獨履嘛 然後我就到了巴黎 哇 話風一轉 我直接變成是每天都在喝酒 然後有一天有遇到那個巴黎的夏至 是那個音樂節嗎 沒錯 我也是也是朋友 就是那個地方你會真的寸步難行 就是沒有一個人待在家 全部人都在錄上 我覺得可以聽到嘻哈 可以聽到Techno 然後還可以聽到各種 什麼都有 連K-POP都有 是想放誰的K-POP 就是看流行什麼 因為他們一定都會放XX 所以現在在歐洲紅的是XX 定是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Aphra 我是Michelle 那還有我們歡迎我們今天的法式生活觀察家 萍萍 嗨 大家好 我是萍 哈囉萍萍 嗨 那今天我們在聊今天的主題之前 就是想要先跟大家來聊聊說 為什麼就是 L要做這樣子的 法式週末 L Weekend的一個主題 那其實一開始是因為呢 L是一本就是 留著法國寫意的雜誌 它是從法國出來的 然後因為L就是 法文的女生的她的意思 那我們也想把這樣子的一個 生活的型態啊 還有一個生活的概念也 讓大家我們的讀者都能夠感受到 也希望讓這件事情走入實體生活 所以我們在10月的時候 就是在松菸會有一個L Weekend的 音樂生活節的概念這樣子 那因為萍萍之前也在南法 就是去念了香水的學校 然後還生活了一段時間 所以今天就想請你 以一個法式生活觀察家的身份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啊 或你自己看到 你覺得一個理想的法式週末 是怎麼樣的 法式週末沒有 巴黎人每天都在過Weekend Everyday 對他們就是每一天都是Weekend 就沒有什麼週末在幹嘛 因為他們每天都大概 下午就開始喝酒了吧 所以我覺得他們就是生活的很糗 可能今天想到我的香水 我的原料好了 就在比如說他們跟我說 三個禮拜後可以收到 絕對不是三個禮拜 法國人的話一定是可能六週 或者九週之後才能說得到 對這就是他們的一個生活 就是他們可能以自己 舒適的感覺為主在過生活 所以每天都是Weekend 這樣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每個人 看起來都好快樂喔 跟台灣的不一樣的差別就是 他們就是路人對到眼 一定會跟你微笑 或者是一定會跟你點頭 尤其是南法人更就是 他們好像更更愛微笑 或者是他們甚至會跟我講話 我只是走經過然後對到眼 然後他們就開始跟我講話 就問我說你是從哪裡來的什麼的 就開始啟動一個聊天模式 沒錯 而且他們就算即便英文不好 但他們還是會擠出所有的英文跟你聊天 因為南法是 就是南法是南法 巴黎是巴黎 就是兩個節奏真的蠻不一樣 那想要問你在南法生活的時候 有碰到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就是每一個路人都要一直跟你講話 就是會一直被耽誤時間 我每天都去哪都吃東西 然後我去隨便買個東西好了 他都要聊超久的 就什麼都要聊 那都聊些什麼 你從哪裡來啊 或者是你怎麼會來這裡上香氛 那你怎麼知道這裡有香氛學校 然後問說那你等一下要去哪裡 那你今天去哪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問了各種問題 你能想的他都問了 所以在法國他們會遲到也是有原因的 對因為到處都被耽誤啊 對 我走到哪都被抓住 我想說怎麼那麼會聊 而且其實我算是蠻內向的 就是我是愛人 可是在那邊好像 你必須接受這個外向 因為大家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在那邊比較不會害羞 會不會變成是一件比較自然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聊得這麼起敬 然後很樂意的跟你聊天 因為假設你如果太內向 我還想說怎麼好像沒禮貌這樣 那剛剛提到就是你有去那個 南法的香氛學校上課 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想去 然後去之前你有做什麼準備嗎 我原本是台灣有一個品牌要跟我做合作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去學一點點什麼東西的內容 因為我如果沒有學的話 我就等於只是一個選品 因為我是選別人挑出來的東西 對然後那樣子就不算是我的香味 可是因為我完全不會 就是我是一個零基礎的人 然後我只是可能聞過比較多香水 可是零基經驗跟真的實際操作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想說好吧那我去學學看好了 事前做的準備就是 我準備了上英文課 可是上的英文課是相分英文課 所以是我去找佳教是那種 本來就會調香的老師 他剛好也是英文老師 然後所以他就可以幫我 教導我一些可能調香的專用名詞啊 因為其實法國老師的口音很重 就是那個法式英文齁 不一定聽得懂齁 聽好幾次 然後我就會一直問老師一直問老師 然後後來發現 TRAP GPT比我問老師快 因為他其實錄音是可以錄到 連法式英文都錄 就是他都可以翻譯 我覺得蠻厲害的 所以推薦給大家 準備就是帶著TRAP GPT 然後去南法就可以上課了 那在那個南法上課的過程 你有沒有碰到什麼衝擊 會讓你覺得這Culture shock的事情 就是沒想到我報名的這個班級 初階班是沒有上木質調的 很shock 因為其實我個人是一個很喜歡木質調的人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要去學一個怎麼如何調好木質調這樣 然後還知道 原來木質調是高階班才會學到的東西 每個不同的相調之間 還是有這些入門和高階的差異 那初階班會學到什麼東西 先認識香味 通常他都會先從柑橘調開始 然後主要是先調以柑橘調為主的東西 還有花香調 所以木質調相對是比較少的 但是是我現在調出來的東西 其實有木質調是就是我自己去 就下課的時候一直反老師 我就說老師請問一下 如果我要調一些木質調的東西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 老師會說你去上高階班 老師會說這是你之後才會學到的 但是他還是會跟我講 那你有覺得就是法國人 他們用香的方式有跟 亞洲人不太一樣嗎 或是在那邊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或覺得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們那邊 因為我去上課的地方是格拉斯 就是香水的 對香水制度 對制度 然後所以他們就是那邊 大概有上百間香氛選 或大概有100間吧 各種都有自己的特色這樣 然後但是我發現他們的選品都比較 義大利式 就是怎麼說非常濃烈 然後清新的味道偏少 因為我在想清新的味道可能是 亞洲地區會比較喜愛 對 歐洲的人都喜歡一些比較濃烈的味道 然後可能無論濃度高不高 就是那種很強烈的味道 對比較強烈的那種性感一點的味道 哈哈哈哈 大概懂了 我覺得蠻特別的 那今天你也帶了一些你喜歡的香水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沒錯 第一個我還是要先講Galactin 好 就是它是那個Lalabo的TOKYO的 這應該已經 我覺得全台灣大概有 10%的人有這瓶吧 我想 真的因為大家只要去東京一定會買這瓶回來 因為它有點像是一個紀念瓶 它在台灣的話是可以直接購入的 嗯 就不用飛東京了 沒錯 就是省了一張機票錢 不過呢 你如果家裡有這個的空瓶就是可以去refill喔 我現在這個就是refill的 所以很滿 對法服沒用過一樣 因為其實refill它會真的幫你加到更滿 它其實會多挑蠻多 然後它就會把沒倒完的倒掉 一起倒 它幫你裝到超滿 超滿 我覺得這很推薦給大家 欸我還沒講到它這個味道齁 嗯 因為它的香材是10 所以它只有10個香材 就可以有這麼複雜的味道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對 這次也是大家都對 我覺得人手一支的味道 很愛的味道 對啊 這一瓶真的是喜歡那種 造香感的人 對 然後它的10種裡面有三種是攝像 以攝像為主調的一個木質調 然後非常軟 軟軟的木質調的味道 而且不管在什麼季節都還蠻適合搭配的 對 而且它超適合疊 疊噴 嗯 因為它這個香材很少 它才有辦法跟大家搭配 加上它的味道很軟 嗯 嗯 就不是很濃烈很強烈的味道 嗯 對 那你自己有從巴黎帶回來的戰利品嗎 有喔 或是法國帶回來的 會是哪一支 以及它的味道是怎麼樣 爐獲你的心 這一支 這個是 我在南法的時候的一間選品店買到的 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先買一瓶這種小瓶的回來試 然後結果發現 嗯 結果我上課後來都一直就是 帶著它 再帶著它 沒錯 最愛的一個香氣 那一段就是我現在的香氛記 是我聞到它 我就會想到我上課了 你是有一種飽飽造香感 有一點我覺得有點像紅包袋的味道 哦 對吧 你不講我沒想到 但是 有一些木質料有一個紅包袋的味道 你一講完 有一個瞬間就馬上回 真的有 台灣有那個選品店有選 嗯 這個牌子 它是西班牙的品牌 那當初你怎麼發現的 就是選品店裡面 然後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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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覺得就是在那邊上課 老師教會你最 讓你學到最多的東西是什麼嗎 就是我一直以為 木質料就是要調木質料 但其實不是每一瓶香水 三種料性的東西都有加 只是比例多刮 所以不會有全 全木質 有一些花香很濃的香水 會想說它整瓶都是那個花 結果其實不是 它裡面有柑橘料 也有木質料 也有花香料 這是比例多刮而已 之前我就問老師說 那我很喜歡木質料 我可以整瓶都要木質的東西下去做嗎 然後我就試了一次 然後那味道超難聞的 我想說這怎麼有點像殺蟲劑的味道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後來老師都說 因為你這樣就是完全沒有層次感 就是不行 你一定要加個一滴 你就算不喜歡玫瑰的味道好了 他就舉例給我 那你加一滴進去 你的香味會被秤出來 所以他還是要透過一個比例的堆疊 對 可能才會有 我長知識欸 因為我後來還知道 原來每一瓶香水三種調性的東西都有加 因為他不可能把全部的比例寫出來 所以他可能只是寫到一些重點 但其實全部的調性都有加到 我覺得蠻神奇的 真的很知識欸 那除了上課之外 生活中有什麼好玩荒唐有趣瘋狂的趨勢嗎 我覺得我無論到哪個地方 尤其是上課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主餐都會是法國麵包 可能他會給你一個紙袋 然後大家一起分著吃 然後這是你的主食 就是有點像米飯的意思 然後我就會想說看起來很好吃 因為其實我蠻喜歡吃法式麵包 可是就會被同學嚇到 因為他們就會直接把麵包放在桌上 對因為他們的那個真的沒有在 一定要放在餐盤上 就是隨意都可以放 就直接放在桌上 但那個桌子剛剛可能在寫字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被他們嚇到 可是每天他們都已經很習慣這樣 然後手也不是很乾淨 真的太發誓了 明雪之前去法國是不是有一些蠻好玩的故事 就是因為我之前又聽說他們非常隨興 但我不太了解那個隨意到底是怎樣的隨意 結果我去買麵包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我要加熱 然後結果我加熱完之後還是冰的 然後我就有點訝異 可是因為我看旁邊的人都非常的chill 然後後來才聽說他們好像很喜歡吃冰冷的食物 所以對他們來說可能這個顯派沒有加熱也沒關係 我突然想到我有一個同學就是義大利人 我就問他說那你有你有吃過亞洲菜嗎 因為他從來沒去過亞洲 他說有啊 就是他住的地區南義那邊有亞洲菜 亞洲菜 然後他就說可是他不喜歡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每一道菜都太燙了 我說不會吧 我還覺得你們每一道菜都太冷欸 超冷 對啊 他們真的是貓舌頭欸 就是一點點燙就覺得超燙 不行 所以搞不好那個熱汗 你真的覺得他加熱過了 對 他我覺得他們在餐廳點餐的時候 你真的指令要非常的明確跟簡單 對 像我們那時候就點餐 大家都要五分熟 只有一個人九分熟 可是就是我們的餐點來的時候 全部都十分熟 當你跟他下達第二個指令的時候 他看起來就是表情不太妙 應該覺得說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為什麼大家不一樣就好了 對啊 反正配酒吞下去都一樣啊 他們都會這樣想 其實蠻羨慕他們這麼隨意又舒適的感覺 對其實是 就是犯一點錯他們也覺得無所謂 對覺得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應該說他們就好像在他們的精神 他們就沒有什麼事情是真的很大不了 或是會天下這樣 那個垮下來的感覺 就真的很愜意 沒錯 那你去巴黎的時候 你有特別喜歡逛哪些地方嗎 最常待的應該還是馬黑區 所以大家都會去馬黑區裡面逛一些小店啊 吃餐廳啊 或者是他們那裡有逛不完的店 就無論什麼類型 你就算是喜歡香氛或喜歡穿搭 或者是喜歡書籍家具 什麼都會有 全方位的東西你都可以在那邊買到 所以我覺得那裡蠻好逛 蠻推薦大家的 如果有人要去巴黎一個禮拜好了 我覺得你可以播個兩天 待在馬黑 逛不完 因為有常 Dover Street Market的香氛店 沒錯 我去的那裡三次 每次經過都逛一次 我就經過然後進去 然後再問一次上次 就在猶豫的那一瓶 到底要不要買這樣 對耶 就不同天有不同的心情 可以去考慮一下那個味道 然後附近也有什麼碧卡索美術館 想逛的啊 要吃的要買的各種都在那裡 然後也有中菜館 中菜館 還是有個亞洲味 沒錯 因為我覺得巴黎的亞洲菜很好吃 就是無論是麻辣鍋啊 或者是什麼麻辣麵啊 那種有一點川味的東西 他們都做的很好欸 特別好吃 那我很好吃 因為你在南發大概是兩個月左右 沒有兩個禮拜 那在那時間 因為南發要吃到亞洲菜 是不是 就是 我有吃 更難 不好吃 肯定是不好吃 對 所以就是 要小心 吃把gay好了 對 只是我覺得巴黎 你吃到好吃的東西幾率很高一些 因為選擇也比較多吧 多 對 那你如果在法國啊 或在南發的事情 就會怎麼樣度過你的週末 會想做一個最理想的週末 是一個怎麼樣的樣子 因為我上課的那兩個禮拜 是我獨履嗎 我真的一個人去上學這樣子 不過我的同學們非常愛找我週末出去玩 那他們 但他們的玩是非常的健康類型的 就比如說看山看海啊 或者是去 接近大自然 對去砍城玩啊 或什麼就是那種非常的觀光景點 可是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因為我蠻喜歡看山看海看風景的 到了後來 然後我就到了巴黎 哇 畫風一轉 我直接變成是 每天都在喝酒 然後五六都是喝到就是 天都亮了 然後才去 才回飯店睡覺這樣子 因為法國的夏天 大概只有五個小時是天黑 對 那個天亮的時間久到你會想說 哇現在是不是才下午六點 其實已經九點了 對已經九點了 然後可能就開始 下午就開始喝 因為也不知道幾點 大概五點開始喝喝喝喝 喝了十二個小時怎麼還在喝酒 一天彷彿禁止一樣 就差不多是這種狀態 我覺得還蠻好笑 然後有一天有遇到那個巴黎的夏至 然後他們的夏至非常的酷 他們會變成是所有的人 每一個人都不會待在家裡 路上全部都是人 然後會有一圈一圈的DJ 是那個音樂節嗎 我也是你的朋友 就是那個地方你會真的走不 無法寸步難行 因為全部人都在跳舞 都在狂歡 而且都是在外面 然後連什麼爺爺奶奶都會在跳舞 對 全部人都在路上 感覺比奧運還要多人 絕對是 然後所有人都在外面放音樂 然後他的大概有一個小區 一個小區可能只是一個路口之差 就會有一個DJ 然後可以開放歌這樣子 而且很好玩是每個 就是就算一個小區一個小區 他的曲風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就那個風格太跳透了 而且什麼都聽得到 對真的 我覺得可以聽到嘻哈 可以聽到Techno 然後還可以聽到各種 什麼都有 真的是很酷 一個街角就換一個 連K-POP都有 K-POP我還沒聽過 超酷的 那是想放誰的K-POP 就是什麼的 就是看流行什麼 因為他們一定都會放New Jeans 所以現在在歐洲 紅的是New Jeans 肯定是 真的有點好笑 我覺得那天超好玩的 對 會跳K-POP的舞 有 還是會有人跳 還是會有蠻厲害的 一些小妹妹 或者是一些姐妹或閨蜜 或什麼的 他們都會很會跳 很酷耶 因為我真的是我人生 第一次參加他們的音樂節 對 然後就是他們會辦在夏至那一天 我們大概睡到10點出門吧 因為我們就先不眠 對 然後晚上10點出門這樣 就天黑的才出門 因為9點多才天黑 然後出門的時候 哇不可思議 那個音樂真是 沒有在管你晚上 超酷的耶 因為我們有朋友 別的朋友是他們是真的去工作 因為要辦秀的 然後他們就說 哇我們整個晚上都沒有睡 因為那個音樂 根本就睡不著 睡不著 對 那個音樂節真的是蠻印象深的 很酷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找 那個音樂節的資料來看看 就是如果有喜歡這樣的 狂歡的感覺 然後路人 每個人都會把你當成朋友的那種感覺 而且完全沒有門檻 就是你真的是走在路上 然後就大家就開始很開心的 沒錯 然後大家都是抓著一瓶酒啊 然後在那邊 嘻嘻嘿嘿的跳舞啊什麼的 對那個蠻好玩的 很好玩 這一次剛好是 然後第一次這個經驗 我覺得超推薦給大家 那你還有什麼其他私房景點可以分享 或你每次去必去的 去公園躺 躺在草地上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那是我覺得最放鬆的 巴黎的 因為夏天嘛 他們就是非常喜歡曬太陽 對 今年到五六月氣溫都是低的 都只有十幾度 因為十幾度的話 你曬太陽會非常的舒服 因為你會覺得 又不會太熱 好有陽光 就蠻溫暖的 所以你都會一直想要曬太陽 然後你就會發現杜樂麗花園 跟就是皇家花園或什麼的 全部只要綠色草皮都是人 大家都躺在那邊 就戴著墨鏡然後躺著 我覺得是太享受了 而且你就不用管任何事 就是這邊很療癒的 在那裡放空發呆看路人 這件事情才是真的完全沒門檻 因為你如果是愛逛街的人 那你今天錢準備不夠多 不就沒得逛嗎 這很現實嗎 然後如果你今天不是 不是喜歡吃東西的人 你就會不會一直想要吃 也不會想要一直吃這些菜 可是你躺著 每個人都要躺 所以我覺得 本是金句 沒錯 每個人都要躺的話 那你一定要去試著躺 看看巴黎的草地 超舒服 哪一片草地你最愛 我們一直重複去躺的 好像就是旁壁渡欸 不是旁壁渡 是杜樂莉 杜樂莉花園那邊 因為它那裡的草地很大一片 然後人也多 狗也多 就是你還可以觀察 就小心不要躺到狗屎就可以 不至於 而且馬黑中間也蠻多草地的 也都是很多人躺在那邊 那你就是帶著酒 然後躺在那裡 就是我們有一天是躺在河邊 就是在那河畔那邊 但我發現河邊就比較多 就是老鼠或什麼 就是衛生不是很好 想也想要問問萍萍就是 你平常就是如果說不在巴黎的話 就是平常在台北啊 然後你週末想要放鬆 你有什麼樣的秘訣嗎 我自己好像有兩種 一個是如果都帶在家的話 我在家最常就是瘋狂聽音樂 哪種類型的音樂 我什麼類型都聽欸 我有一個就是 在家專門放的算歌單這樣 然後那個歌單大概有900首歌 900首歌會太多 對因為我家是除了睡覺以外的時間 都在放音樂 然後點個蠟燭啊或現象 講到現象 現象 對我沒有帶 但是我有一瓶香水 喔這個 他的現象超級好聞 他是 他也是法國的品牌 然後他的他們這一個口味 True Song 他叫True Song 他的現象超好聞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我們家 很常點他 可以聞看看 好呀 而且我原本也是買小瓶的 然後後來我這一次去法國的時候 就買了一瓶大瓶的回藍味道 就是很適合在家裡的一個味道 沒錯 很溫暖的木質調 就是也是很適合放鬆 然後 而且他也帶一點酒香感 對 有一點像威士忌 對 讓你可以微醺 微醺 再加微醺感 不用任何的酒精 非常舒服的味道 那除了說聽音樂放鬆在家裡 那如果說 你會出門特別去做什麼事情嗎 我現在想一想 我今年的每一個週末都喝醉了 好快樂喔 我想一想 已經過了二十幾個週末嗎 我這二十幾個週末都喝醉耶 很棒耶 幾乎每個週末 因為我的朋友們非常的愛喝酒 然後因為我酒單很差 但我酒單很好 所以我就是 這種最棒 就是非常的 常常跟大家出去喝酒 哇 這個就是我 充實的週末 而且你就可以真的是完全放鬆 完全放鬆 不一定完全任何事情 我常常在DraftLine喝酒 之前啦 現在每天夏天我怕熱 太熱了 然後就會有人 就是私訊我說 啊剛剛我在DraftLine遇到你 但我不好意思叫你 我就心裡想說 一定是我看起來太醉了 就想說 算了算了 沒關係這就是我 很極端耶 所以你會要不是在家 放著歌單 點著線箱 不然就是出去 玩到最後一刻 沒錯 今天就謝謝萍萍 然後就因為我們 在10月26號27號 在那個松菸文創園區也有就是 屬於L Weekend的一個專屬的活動 然後它可能裡面有包含了 像是很多法式的生活體驗 會有音樂的援助 然後也會有一些 Warshot的工作坊 可能會有像是香氛啊 或是花藝等等 讓你很放鬆的一個環節 那就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參加 跟我們一起溝度美好的週末 謝謝你們 非常開心 謝謝 謝謝 謝謝萍萍 謝謝你 謝謝 我也想屠